現在看起來我們說 各地亂象頻傳已經搶成一團了 中國的社會是不是瀕臨崩潰了 他們現在最大的狀況就是 你這些戰略物資資源就是有限 那有限的情況之下 你會發現我們舉口罩的例子來講好了 你看現在中國是13億的人口 大家其實都想要口罩 但問題是他在之前口罩最大日產量 也不過就是2000萬個 所以你想想看 他這個2000萬個相對於他所需要的13億 然後每天要換口罩的話 他怎麼對得起來 他就像一個無底洞一樣 你怎麼樣捐他都是不夠的 所以你才會看到這個亂象 我們看到像剛剛 而且捐到哪裡還不一定 可能中間被人截走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講 因為這是兩塊 一塊就是我們剛剛講 像剛剛美美姐講說大理 雲南大理不是只有搶四川重慶的口罩 雲南大理是搶了什麼 搶了重慶 搶了成都 搶了貴州遵義 然後搶了浙江慈禧 這樣到處搶 雲南大理很兇悍的 就搶了這麼多地方的口罩 然後我們再說明一下 你去拿完了口罩之後 你說你要去支援醫護 那也就算了 他也不是 他發放給房地產業者 所以你看到中國在微博上面 他因為有這個中國在微博上面 有網友是這樣分析 說因為雲南的大理 他的財政很大一塊 大概有七八成 是靠房地產相關的收入來補 所以變成說 他要先照顧他的利益優先 所以在中國微博上面 很多人就是在傳那個照片 就是他們大理在發給房地產 沒辦法想像說台北市中山分局 去搶台北市大安分局的口罩 會有這種狀況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幾個都在四川的幾個公安之間 他們也互相要搶資源 整個亂了嘛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說 他們現在處於一個搶資源的狀況 那各自能夠自保優先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會發現這個政權 他為什麼現在要維穩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面子工程要做 這個面子工程 如果都是像這種新聞出來的話 面子工程 現在還顧得了面子嗎 這個面子工程 就是他政權基礎的來源 因為一旦面子被打破了之後 大家都各自搶 反而凸顯出一件事 中央壓不住地方 因為地方為什麼要互相搶資源 表示你中央能給的不夠分配嘛 所以地方乾脆我自保 我不聽你中央的 這是一點 第二個是 現在中國的一般老百姓 為什麼無奈你知道嗎 因為你說武漢缺物資 缺口罩缺資金 那你說中國這麼多大企業 有沒有捐 都嘛被迫要捐 今天不要講說 他是基於愛國性要捐 政府也會要你要捐 可是你知道嗎 在湖北 這次在重災區的武漢 只有四個單位 可以收這些善款跟物資 那這四個單位 包括他們的什麼 湖北紅石智慧 武漢紅石智慧 慈善總會 這幾個地方把物資收走了之後呢 你知道出現什麼狀況嗎 弄到哪裡去 中國人發現說 我們捐了錢捐了物資 你拿了這麼多個億 拿了這麼多的口罩 結果真的重點需要的 醫院沒拿到耶 你知道武漢出現什麼狀況 出現說你這麼多的物資 跟口罩都捐到那邊去了之後呢 真正最需要資源的 他們武漢的協和醫院 你就想像人是像台大醫院 在SARS之後的狀況 最需要口罩的 當時他拿到多少 3000個 然後另外一家婦產科醫院 也不收任何有發燒的患者的 他拿到多少口罩 他拿到18000個 武漢仁愛醫院 所以你從這個物資的分配 就會發現太畸形了嘛 最需要的收治最多患者 才拿3000個 另外一個完全不收治 相關患者有發燒 他也不碰的 他拿到18000個口罩 那在這個情況 中國人他們也發現說 這裡面不正常啊 因為這個中國的紅石智慧 後面一定是官方嘛 你沒有共產黨指定 誰能夠去當這個紅石智慧的頭 所以他不是單純民間組織啊 所以他們發現 連捐錢捐物資 捐給國家的指定的慈善機構 都分配不出去嘛 那這樣中國人民不會炸鍋了嗎 他們在網路上炸鍋 也就是因為炸鍋 所以他這個時候 我們剛剛不是講 他有個很重要的 維穩的面子工程要做 他的面子工程要做 他就分幾塊 第一個 他把它分散到哪裡去 分散都是你們台灣 不出口口罩出來 你們呢 就是罔顧民族情義 怪到台灣來了 對 因為他在對外的大外宣 他必定要這樣做嘛 他要把民眾不滿的情緒 引導到其他地方去 台灣就是很好出口 所以第二段 你看他怎麼做 口罩的部分 打完第一段之後 第二段怎樣 軍機來繞繞看 越過中線 告訴你說 你們這些人 不要趁疫情 破壞領土主權完整 在轉移焦點 在這個時間點 你還在談領土主權完整 然後呢 你再看 像這種類型的文章就出來了 武漢疫情過後 後面是什麼呢 是時候收拾台灣了 這個時間點 丟這個文章出來的意義在哪裡 透過這種輿論的引導 讓大家把這個助力往外 可是問題在於說 他這個做法能夠產生多大的效果 要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各地的亂象 你會發現 我們為什麼這幾天 能夠在網路上看到這麼多影片 這就是中國自己的人丟出來的 中國人民自己把這些都上傳到網路 因為現在大家都有手機嘛 就錄了一小段之後 想辦法 想盡辦法丟出去 所以我們看到YouTube上面 很多中國人是翻牆出來之後 把影片上傳出來 他就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他們處於這個情況 那他們現在自救可能有困難 所以他們希望別人能夠幫忙嘛 所以我們才會看到這麼多 奇奇怪怪亂象的影片 那為什麼我要強調 這是奇奇怪怪亂象的影片 因為你生活在台灣 過去這段時間 你完全想像不到 就政府今天要強迫你隔離 可以在你的門口 你一整個社區上百戶 那只要有一戶 可能有確診 整個社區隔離的方式 就是用鏈子把你鎖起來 大家都不准出來 然後呢 你會發現 人家其他搞不好不是確診 然後出狀況的呢 他到最後怎樣 只好在樓上 對下面呼叫求救 那這個影片 也不一樣被他丟出來 所以他就是現在你看到的 中共在面對 他現在政權的一個 我們說出現各種亂象的情況